当时买一万三千元每平现在挂六千五每平,房贷还有八十万未还房子却不止六十五万,房价腰斩直接打回五年前,更可怕的是现在根本没人来接盘,这不是危言耸听,这是楼市朝退之后,万千环境朝房客面临的惨痛现状,买房没有带来报复,甚至带来的是义无所有,四百二十六万买房亏了二百七十万。 一名三十五岁断工者的亲身经历,火了近日燕郊一位三十五岁业主,分享了自己断工的亲身经历引发广泛关注大概是2017年,他在燕郊购置了一套一百四十平米的三机市,总价四百二十六万,贷夸二百九十八万,每月供一万六千八百元,在还款四年后房贷还不上了,但是手上的这套房子二手房价,跌到了二百三十五万等于说即使能卖掉,还要导给银行四十多万。 于是这位业主选择了断工希望银行,直接把房子收走算了,但是事情远没有想得简单,这位业主因为逾期还贷七个月被起诉,被判决四年前贷款二百九十八万四年内,还了八十万欠款本金还二百八十二万。 卫海也就是四年时间还了十六万本金六十四万的利息,因为被判决这位业主,还需要承担利息加罚息以及按键受理费,保全费,律师费加起来共计超十九万,粗略算一笔账四百二十六万。 买的房子如果按照现在二百三十五万的价格,买出账面上亏了一百九十一万,加上四年还的六十四万利息,以及最后承担的十九万多的费用。 等于说这套房子亏了至少有二百七十万年纪,轻轻就上了这个坑,真是让人唏嘘不已。 而昨日京东拍卖上挂出的一套房子,已经是二拍了,最终也因为无人出嫁而流拍。 这就意味着这套房子即将进入变卖程序。 这套房子位于三河时的燕郊,就是被中介们称为北京东燕郊。 这地方镇级的行政区房奖,比廊房还要贵这套房的原主人小江。 是一个九零后男生,他在2017年3月买的这套未艳顺路的房子面积,不到六十平的小弧形,但是价格可不便宜。 单价约三万每平米他从银行贷款一百二十万,拿下了这套二手房一百二十万的贷款三十年利率,还是按基准利率百分之四点九等额本息,算下来月供六。 零零零多还款的总额,二百二十九万多这个负担不算轻当时的燕郊房产,跟封了一样一天一个价如果房产升值自助或者卖掉,都是合适的开始一段时间。 还行但从2019年12月开始,小江的还款就开始吃力了还款时间和数额,都不能保证了之后,更是连续七个月都没能按时还款一百二十万的贷款本金,也就才还了五万多,基本上算是断供了银行坐不住了。 于是起诉了小江弃房断供的小江,没上庭判决书显示,小江需要还全部未还贷款本金一百一十五万,还有罚息三万多,而这套贷款买来的二手房将进入拍卖程序,然后经过低价一拍流拍二拍降价,再次流拍这套房还没有走到终点。 这大概是不少烟郊炒房者们,共同面临的命运气房断供的选择很艰难,但是又不得不断。 2017年三合十的高峰期,均价三点三万每平米一些楼盘,打出了四这五万的价格也不稀奇,尤其是一些二手房挂牌价,更贵更早一点的炒房客成本更低,当年出货的也算是狠狠地捞上了一笔。 小江的三万每平米只能说是平平无期,但是到小江断供的2019年底烟郊房地产, 就变天了烟郊的均价只有1.8万了,差不多接近腰斩了限购之后,别说房价不行的想找接盘侠都很难了,光挂牌卖不出去在某中间网站浏览量不少,但是待看为零为啥,因为接盘也是血亏小江这套房的总价,也只有102万的整套房,已经覆盖不了贷款本金的气房断供算是正常选择。 咱们来算一笔账气房断供的金钱成本首付的50万,已经还得贷款5万多,以及如果房子未来以82.5万的价格变卖成功,还需要补32万的房贷差价,再加上3万多的法息,差不多亏损90万。 而且82.5万的价格也还是乐观的单价,仍在1.45万每平米同小区的最低挂牌价,已经到了1.2万了还有降价空间,但是如果不断供那么意味的,它将在未来26年,扛着6000多的月工,继续为这套80多万的一居室。 在它220多万小江这样的例子,不是个别的在裁判文书网上光大银行廊坊分行,建设银行廊坊燕胶开发区支行相关的公开判决,均超过了50例基本上集中于2019至2020两年间,厅室也基本放弃了贷款额度基本上都在100万以上,而多的则可以达到200多万额度越高损失。 就越大而除了多家银行燕胶本地支行外,还有不少周边地区的银行支行,也借入到燕胶房贷业务更多的判例,或在路上不少刚需选择,继续背贷很多家庭幸福指数直线下降跌跌不休的房价,使家庭矛盾的导火所当初好光了。 家里的六个钱包凑组的首付,如今面对房子的大幅贬值,放在一般家庭真是个大事断供的代价,不值钱那么简单断供这种拖欠贷款的行为,肯定属于征信污点了,上了征信的黑名单影响还是很大的,比如想再贷款无论是房贷,车贷还是消费贷,经营贷基本上是不行了,甚至现在不少飞银系统的信贷都跟征信挂上钩了。 但凡正规一点的相对低息的贷款产品,基本上都难得像在贷款买房真的会受影响民间借贷,现金贷基本上等同于高利贷资金成本差别不是一斤半点,如果把钱还了呢,也不可能立马、清白。 这种征信污点保存的期限是五年,但是这个五年的起点,不是从违约的那一颗算计,而是从污点彻底消除的那一颗算计,而经过法院的裁定,或者判决对有银行欠款的首先会成为被执行待遇,会和一些商界大佬一样,被限制高消费飞机,高铁就不能坐了动车的一等以上座位。 火车软卧也无缘了旅游,度假,星级宾馆消费也不行了,当然买房就更不行了,装修也不行在断工的那一刻开始在未来的五年,一零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里面买房这事儿就不要想了,那已经不是自己的房子出手才是正经事,想把这事处理完了,还挺棘手的为啥呢? 因为旧法拍阶段处置的房子,也不好卖在京东的法拍平台三合式的住宅,用房拍卖581套,其中303套进入二拍66套,旧变卖程序一拍的评估价已经在市价,上打了折扣但是一拍的成功率,只有36%以往法拍房都被认为是简陋,因为一拍价和评估价或市价有30%的浮动空间,而旧二拍则意味着,在一拍价的基础上,仍有20%的降价, 空间,但是现在却不太零了现在,处在价格的下行区间,很多地方的房子不需要法拍都可以打折,根本没必要折的,还有产权纠纷的法拍房,虽然最新的执行规定里面拍卖的房子,要由法院负责腾退,但是要真的实现腾退也不容易,比如房子已经租出去了,买卖不破租赁,租房的是有权继续住的燕郊的不少断供的房子里面,已经有租客了法院也只能在,门口贴通知要求原房主或者乘坐人自行, 但是如果乘坐人不腾退也没办法,而且当初被视为简陋的最大漏洞,被堵上了2022年1月1日起,法拍房将全面就限过为最高法的这个司法,解释画一下重点,一,要拍房的获得房产所在地的购房资格,没资格不得参拍二,购房资格需要持续从申请参拍到成交裁定前不能中断, 三,弄虚作假让拍卖无效的还要付赔偿责任四,即便是流派想要以房抵债的申请执行人,也得具备购房资格,虽然这几年法拍房的限购漏度,逐渐在修补不少城市把法拍房纳入到限购范围之内, 但是更多的城市在法拍房上留空子,所以各种法拍房被争抢的事情,不断现在全面限购钻空子不行了房假地,贷款还不少,房子不好卖这大约就是房地产暴涨暴跌的代价,在疯狂的时代炒房,甚至买房就要想好付出代价,承担损失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,您对本期内容有什么看法,欢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讨论,请订阅并分享我们下期见。